有關就是說呢 那個程式的寫法 當然我前面講過了 其實寫法有蠻多種的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 每一種你都一定要去學習啦 只是說有些程式 相對起來會比較精簡 那我就會稍微把那個 程式放在雲端上面 但有些時候沒有特別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可能跟原來的寫法 其實差異也並不大的時候 那不如你學那麼多種 怕到時候用不到反而會增加困擾 那這個同學有問到這個問題 就for each的寫法 這個寫法其實也是相當的 另外一種寫法 那當然會讓程式簡潔一些些 可是呢 差異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講 那我再說明一下 因為同學有問題 我再說一下 那主要是針對 就是我們那個日期時間 這個範例裡面格式化的部分 那這個格式化日期的部分 唉唷我還原 格式化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基本上呢 針對那個就是範圍的部分 我們有給兩個回圈 一個for i for i等於第二列 好像到第32吧 我看錯像下 一直到32 那for i是2到32 ok 然後呢for trade的話呢 是1到12 所以會變成有兩個for回圈 一個for i 一個for trade 但是如果你用for each的話 其實只要寫一個就可以了 好 大概差別在這邊 那我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剛剛有同學問到 我就說 主要在這個地方 for i 跟for trade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說你寫成那個什麼呢 for for each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不用兩個 你就是寫什麼 你寫 for 只是說差別要改哪些地方 首先第一個 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改掉 我先把它註解掉 那你可以什麼 改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寫成for each 如果你沒有for i for trade 你就for each 那for each的話呢 你要告訴他幾個訊息 第一個喔 你的範圍在哪裡 for 那最後把那個範圍的 每一個儲存格的資料 通通都帶回來到一個變數 叫sale 這個sale 其實是一個變數名稱 自己取的 然後你跟他講in 在哪一個範圍 那你跟他講 在那個範圍叫range 哪個範圍呢 這個範圍是從哪裡呢 我要從那個 這個a2 ok 所以起點告訴他 冒號 到哪裡呢 到l l 的32 l的32 在這裡 他就知道說 你從這邊一直跑 12345678 一直12個 12個12個一直跑 所以他就 l的32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一個一個的幫我把 裡面的資料 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邊來 帶到這個sale裡面 所以先帶這一個 再帶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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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次類推 那我 把這個資料帶過 要做什麼呢 唉 接下來 前面是sales iJ 那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把它改成sale 所以你這邊的話 就不用改sales iJ 你就改sale就可以了 ok 所以也就是底下的 所謂的那個sale sales iJ的話 全部都改sale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把這個名稱把它delete掉 ok 所以啊 也就是啊 底下 如果看到那個sales iJ的部分 全部都用sale sale就可以了 sale來取代掉就可以了 ok 所以底下的話 就不需要寫這麼多了 那後面 結果 ok 所以喔 當然呢 程式會比較少一些些 啊 還有一個 上面兩個form 所以底下會有兩個nets 其實只要一個nets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的話呢 縮排把它往裡面推 這樣子 啊 其實結果應該都會一樣 我看一下他哪些地方要改 這個 這個 這個s 多了 sale 沒有s 好 然後就是他會把這個儲存格 裡面一個一個帶過來 然後這個裡面是不是空的 是的話呢 就把禮拜六 改這個格式 禮拜天改這個格式 好 那基本上就改完了 那把它執行看看 我先清除好了 先清除掉 我把它恢復 然後執行 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了 基本上 得到的結果應該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差別只是敘述的方法不同 所以喔 其實喔 你可以 可以 i for j 改成for each 可不可以 ok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改成for each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 不需要寫兩個 兩個for回圈 大概是差別在這裡 其他也 大同小異啦 至於你喜歡錢哪一種方法 我是覺得ok 最重要是不要寫錯啦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那同樣的道理喔 所以呢 順便講一下我們 接下來要講的這個 就是 格式化VBA 欸 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我今天呢 那我希望把排名是 小於 等於 7的 這個是條件在E欄 那我要格式化是 把它同一列的 同一列的 A欄喔 的底色喔 改成黃色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跟那個剛剛那個有點像 只是說 剛剛那個是一個範圍 當然 這個地方能不能用for each來寫 其實 不恰當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兩個範圍 兩個範圍 變成你可能要寫兩個for each回圈 所以反而沒有那麼適合 這一題該如何寫喔 我大概demo一下 首先的話 第一個喔 我們這個地方 一樣呢 在 所以我把剛剛這一題先關掉好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喔 for each的寫法 主要是精簡那個 for 這個 for j for i for j 這個部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假設我剛剛的這個 樂透彩輸出了 好 這個完成了 那我希望把 它的 A欄裡面的 這個裡面的排名 小於等於7 的同一列 A欄把它底色改成黃 那寫法 第一個 當然我需要寫個什麼 格式化 也許名稱叫什麼 格式化VBA好了 所以我就 打一個 看一下 隔式化 格式化VBA 這個名稱 那接下來我就寫一個 sub ok 然後呢 格式化底線VBA Enter 再來的話呢 我就寫什麼 欸 我的範圍告訴他一下 for i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跟他講 for i 等於第2列到 第43列 然後 next 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 判斷哪一欄呢 判斷依然 所以呢 如果 如果 if 什麼呢 依然就是 sales i列的 依然 也就是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小於等於7啊 空一格 然後 要做什麼 then Enter兩下 我習慣打一個endf 做什麼呢 如果有小於等於7 那就幫我把 跟他同 一列的 A欄 不是E欄 同一列的A欄 那你可以拿這個 複製過來 sales i列的E欄 改成什麼 同一列的A欄 的底色 底色的話呢 還記得吧 叫interview 那如果假如 你這個interview 拼不出來 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不要刮符 先點一下 然後打一個 in interview 這邊也有 interview 的底色 interview color 那底色改成黃色的話 就是等於RGB 刮符 黃色 記得是紅配綠 所以255 痘點 255 痘點 0 後刮符 OK 那記得啦 刮符一定要補上喔 如果你刮符沒有補上的話 這個是指全部的喔 全部儲存格 全部儲存格就變成黃色喔 OK 記得喔 也就是同一列的A欄的底色變成黃色 O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底圈上這樣都寫完了 這個我記得好像這樣差不多的這個 這個程式好像在蠻多地方都有看到 有看到喔 回圈 加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就是一個 再加上做什麼事情 OK 把它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喔 如果它是小於等於7 那就是 把底色 改成什麼 黃色 OK 那當然呢 這邊還可以把它清除掉 格式化清除 所以也許在這邊喔 再加一個 格式化清除 那清除的話當然喔 幾個方法啦 針對那個有格式化的 這個範圍 把它變成沒有顏色 就是 X L NUM就可以了 這個就沒有顏色 好 如果沒有顏色我試一下 如果 其實當然這個地方你想說 要不要 要不要那個 邏輯判斷 其實也不用喔 所以 甚至你可以把邏輯判斷 拿掉 不過先 不管喔 先執行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把那個 底色全部都拿掉了 就是 把它變成 X L NUM 這個是沒有顏色喔 這個是變成 黃色的 OK 其實當然喔 清除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也可以不要 嗯 就是說呢 一邊判斷 一邊 一般理論上是說 我也不知道哪些是有變黃的啦 所以喔 甚至你可以把這邊註結掉 把它改成用Range Range的話呢 就是全部啦 全部改回原來的顏色 Range的話 當然你會 A2有沒有 到 A的43 的底色的話呢 點什麼 Interior Color 變成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個Range還 跟Sales不一樣的地方 它有刮符一樣會提示 但是Sales喔 它有刮符就不提示了 這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兩個物件喔 其實還是有差異了 OK 那這樣的話就是清除 全部 它的意思說 把A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把它的什麼 把它的底色 變成無填滿 OK 那這樣相對還是會比較快一點點 所以建議各位喔 以後如果遇到那種什麼 大範圍的 比如說清除資料啦 或者是格式化啦 其實建議呢 如果都做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你就用Range OK 這個地方可能要 特別注意一下 好 那格式化完之後的話 我們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呢 我格式化完之後 然後呢 就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雖然方便喔 但是喔 有個麻煩 就是我還要捲動到下面 我才知道說 這個號碼是有哪七個 那為什麼不直接乾脆這樣 在這邊增加一個欄位叫前七名 OK 前七名 OK 這邊的話改七 因為前七 最近那個 新聞 昨天的新聞 最厲害就是 前七 算了 因為 史上最強 等於把一個人幾乎毀滅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把什麼 把這個 本來是填顏色喔 我不是要填顏色 我是希望怎麼樣 幫我把12號放這裡 把21號放下面一個 然後再把什麼呢 27 28再繼續往下放 也就是說啦 當然不是叫你圖法鏈鋼 Ctrl C Ctrl V 而是說呢 如果小於等於7 就把這個號碼怎麼樣 把這個號碼幫我 複製到 這個位置喔 OK 有點像複製過來喔 找到的這個資料喔 複製到這邊來 那複製一個之後的話呢 再來你不要再複製到同樣位置 你要再往下 所以有點像加1啦 讓它往下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